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今天打开圣经翻到《猎王纪下》第二章23到25节 什么故事呢 一群孩子嘲笑先知尹丽莎 尹丽莎奉神的名诅咒她 两只母熊从圣灵里出完 思量了他们当中的42人 我相信你们都明白我在想什么 有时候我也在想 为什么一个人宁愿为这样的暴行辩护 也不愿站成来说OK 这是错的 这是残忍的事情 杀42个孩子 什么都不懂的孩子 是残忍的事情 是可忍 孰不可忍 但是我在这里想说的是 我不相信这些为这样的暴行辩护的基督徒 是没有道德 没有良心的人 我知道我这么说 可能让一些和我同样站在无神问阵营里的人 非常不开心 但是我们确实有些心理学上 你又告诉我们我们都是自私的 当我们遇到非常不想相信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宁愿找借口 也不愿意直面现实 当我们处在一定的环境当中 我们都可以做出残忍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 看这个视频的人 能更注意基督教这个宗教本身的问题 它是怎么改变人的想法的 而不是基督徒个人的问题 那么言归正传我今天想反驳呢 是亚超做的两个视频 一个是关于圣经中的歧视 一个是关于奴隶制度 列列在视频说明里面的下面 因为是两个视频 然后我们先从奴隶制度开始 然后如果你没有注意到的话 我剪刀犯了 夏天吧 比较凉快 对不对 对圣经最大的反感 受最多的攻击的 就是他们认为圣经支持奴役制度 他们几乎千篇一律 都是抄露一个诋毁圣经网站的这些经文 比方说 你们做仆人的 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讨人喜欢的 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等等 他们就说你看圣经说奴隶 要听从主人的话 首先采用仆人这个词的 只有汉语的这个合格本圣经 如果你看英语或者日语的译本 当然我这都有 你可以看这个诗 日语的 这个诗带词经的 日本的这个圣经是 它有一个公司 然后它有圣经翻译的版权 然后它就发发就印 然后大家都从那买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你看里面内容 这个 你看里面是有奴隶这个词的 它用的就是奴隶这个词 没有像我们这样 用仆人这样这个词的 我们可以看到甚至 耶和华见证人的 新世界一本 这是我的 当然这个是旧版的 新世界一本 他们现在又出了一个新的版本 因为这是我几年前 所以圣经这个东西 是需要经常修订的 你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 这个 里面的字 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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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我说问题是什么呢 这些翻译圣经人问了传教 他修改了圣经的原文 改变了他的意思 去美化 就变了美化奴隶制 我刚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我是通过英语的 我非常的惊讶 我就觉得整个就被骗了 对不对 上当了 我一直没有想到 原来圣经里有这种内容 然后我一直继续读下去之后 发现还有更糟糕的内容 亚超引用的这些 其实都不是最糟糕的 我一会儿会说 然后我引用所有经文 在下面视频说明里面 都有圣经原文 哪章哪节 你都可以去查 完全 OK 但是我想说问题在于什么 传教士传教的时候 只把圣经上好的东西拿出来 那一个没有人 没有知识的人 当然会说 OK基督教是一个好的东西 对不对 但是他不说这些有问题的 我遇到很多基督徒 他信了好多年都不知道 有这些问题 或者从来没有注意到过 所以你看实际上 很多时候基督徒 他们是被欺骗的一方 那么现在把这个 仆人换成俗下 主人换成老板 丧师 领导 就变成劝俗下 要顺服自己的领导 凡是讨他的喜欢 不可挺撞他 但是圣经里面提到的 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 和属下跟老板的关系 是不能相比并论的 奴隶不能说 OK我辞职了 老板 你被fire了 对不对 他们是农历主的财产 他们是可以被买卖的 农历主 不仅有词 农历主可以打自己的农历 如果被打农历 如果当天死了 农历主要受刑 如果过一两天死了 农历主可以不受处罚 因为这个农历是什么 圣经讲 讲的理由是什么 农历是农历主的财产 你把自己的财产打坏了 是你自己受经济上的损失 这不是人权问题 没有人权问题 然后不仅如此 如果农历主把自己的农历打残尽了 他不仅不受处罚 也不需要赔偿他们任何东西 这个农历就被赶出去了 就是他给 圣经上就要说 OK你可以放他自由 身有残疾的努力 你放他自由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好像你现在去工作 你有工伤 对不对 你因为工作受伤 当然这是打的 这还不是说 还不是说你无故的因为工作受伤 这是被你的老板打的 然后可能你现在没有办法继续工作 因为你眼睛会被打相 或者手被打断 或者腿被打拳了 对不对 影响你继续工作生活的能力 然后不赔偿他们任何东西 说放这些农历自由 实际上是对农历主有好处的 因为农历主不需要这些 不能好好工作的农历 对不对 农历主可以选择 说我是不是留下他 我是不是继续养活他 对不对 这怎么能和现代的这个雇佣关系相提辩论呢 其实你仔细看这个话你就知道 这不正是我们现在在职场上应该有的态度吗 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扭曲的价值观 对于基督徒的这个待人处事是有影响的 你想象一下如果这样基督徒是你的老板 他会怎么对待你 对不对 确实我们都应该有这个信仰的自由 有言文的自由这些东西都 对不对 但是我希望大家注意的是 信仰是影响一个人的行为的 如果一个基督徒的行为影响了别人 你不能说这是我信仰的自由 别人都要迁就着我 那别人的自由呢 当圣经成书的那个年代 请问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民族 哪一个文化 是没有奴役制度呢 光是罗马帝国 他的人口的50%就是奴隶 神的心意是要改变人的生命和行事为人 他不是要来改变人的政治制度 来鼓吹革命 而是希望基督徒就算是在奴隶制度之下 也能够安分守己 不是在改变人的政治制度 奴隶安分守己 这说的太对了 我以前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什么呢 圣经是一个统治阶级去巩固自己统治的一个政治工具 他告诉被统治的一个老百姓 统治阶级是神选出来的 律法是神定的 所以我问你觉得社会有多么不公平 不要反抗 不要革命 因为你反对的不是统治阶级 你反对的是神 明白吗 所以他的目的 就是让统治阶级用神的名义 发号施令 忽加虎威 如果他就是 所以你看 为什么圣经上有这么多恐怖的屠杀的故事 就是说如果你不 你敢反抗神 会有非常糟糕的事情发生到你身上 以色列是有一个所谓的奴隶制度 但是这个奴隶制度是跟其他的奴隶制度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是有期限 做六年 到了第七年就成为自由人 是跟其他的奴隶制度不一样 其他奴隶制度就是你做到死 或者你被卖给另外一个人做奴隶 基督徒经常用这个误导不明真相的群众 但是圣经上其实说的很清楚 奴隶是永远的 这根六年反而是一根例外 只适用于西方哀人 实际上这是一种种族歧视 因为他说你西方哀人 你们彼此是好兄弟 对不对 你们要比外方人高一级 而且主人可以赐他一个妻子 让他有家庭的生活 那如果奴隶认为主人爱他的话 他就可以请愿要终身的来服侍主人 请问这种奴隶制度跟你所理解的 是不是一样呢 换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奴隶主给自己的一个男奴隶 许配和妻子 如果你是假设你是一个男奴隶 你要想和你自己的妻子和儿子 孩子就是子女在一起 你必须选择一辈子都做这个奴隶主的奴隶 你没有别的选择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你 这是在用他们的妻子和儿女作为人质 让奴隶永远都做奴隶的方法 而且不仅如此 奴隶的孩子是奴隶主的财产 你可以想象这种事情发生在现在吗 他们是永远 等于是世世代代都要做奴隶啊 所以你还跟我说 这个跟老板跟属下的关系差不多 自己的孩子成为老板财产有他们这样的公司吗 接着他又说了 圣经种族歧视 就用了经文说 亚门人或是摩亚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他们的子孙虽过时代 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其实为什么这样 是因为他们在过去历史上 请了一个先知来咒诅以色列人 所以你就一看见 这些人又是在断章取义了 为了祖辈罪要处罚他们子孙 不仅如此 因为一部分人的行为 整个民族都要受罚 这是我今天其实最想说的问题 其实我们现在都明白 这些人是无辜的 他们没有选择去做这些事情 他们不可能选择 因为他们还没出生呢 对不对 他们却没有选择 却要因为自己的祖辈中的 一些人的所作所为去承担责任 我们都知道这是不道德的 但是基督徒为了保持自己的信仰 他却宁愿相信这是一个正义的做法 接着他又说 圣经歧视妇女 保罗在新约讲说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 可以到家里问自己的丈夫 看起来好像真的是歧视父母 可是我们要了解当时的情况 那个时候 妇女是没有机会受教育的 所以保罗要告诫 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是不能在庄严的敬拜中乱说话的 那这不是歧视 这是在讲规矩 这样引用的圣经原文根本就没有讲到受教育的问题 如果保罗想说受教育的问题 那可以说受教育的问题 对不对 他没有说 他说是男人女人的问题 所以这个解释根本就不受圣经原文支持 而且不仅如此 圣经清清楚楚的给出了其实女性的理由 什么呢 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一到十五节 为什么女人不能掌权 为什么女人要闭嘴呢 因为先到的是亚当 后到的是夏娃 然后夏娃受到诱惑 亚当没有受到诱惑 他是写得非常清清楚楚的 你看实际上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里面 神话故事里面的一个神话人物的错 所以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要受处罚 这不是性别歧视是什么 还有比这个更典型的性别歧视吗 所以我们在这可以看到 基督徒为了给自己的信仰辩护 他不惜断章取义 曲解圣经 误导大众 其实对他来说 圣经上真正写的是什么 不重要 他是他要捍卫自己的这个信仰 这是最重要的 我今天想说的基本就这些 如果你有什么 这个希望我回复的内容的话 可以留个言 然后下周考虑一下 我也希望有些其他人的内容 因为亚超总是 太简单了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我想说的话题 我下周也想继续做这个视频 那就这样 下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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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